Hello guys, welcome to my channel so today we will talk about some theories in economics and first let's look at the title 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文章标题 What economists have learnt from the post pandemic business cycle Economist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从疫情之后的生意的教育周期 或者经济周期里边学到了什么 Pandemic指的是全国或全世界流行的 我们知道就是疫情 那么post指什么之后 后疫情时期的这种生意的周期或经济的周期 那么经济学家他们从后疫情时代去到了什么 The curious and furious recovery has brought some old ideas back to the floor 那么这个令人好奇的 然后呢比较猛烈的一些这种recovery 叫做恢复是吧 带来了一些 把一些旧的观点呢给带到了前台 带到了前面 4呢觉得是前面 所以让我们接下来的第一段 Science advances one funeral at a time 科学呢 advance指的是前进进步 是吧 科学进步的话呢 是每一次呢就有一场葬礼 funeral funeral指的是葬礼 是吧 ok to paraphrase Max Planck paraphrase指的是那个叫同一次替换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换一个说法 是吧 来把这个Max Planck的说法呢给他替换一下 或者重新那个说一遍 The Nobel Prize winning physicist was arguing that The Nobel Prize winning physicist 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呢 他在说提出这样的观点 是吧再过去 That new ideas in his field would only catch on once the advocates of older ones die off ok 一些新的观点 在他的领域里边呢 那个会变得流行是吧 只有当这些旧度观点的支持者呢 就是死光了 die off就是不存在了是吧 就是都死掉了 ok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 只有当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旧的观点的支持者呢 这些人都没有了 那么新的这个观点呢 在他的领域呢 他会变得开唱 他会变得流行 ok with a little adaptation he could have been describing the dismal science too ok 伴随着一点点的这种调整 adaptation是调整 适应是吧 就改动一点点 调整一点点 he could have been describing the dismal science 那么他可以呢 来描述 这样的一个dismal science ok dismal的话呢 表示阴沉的一个科学啊 to 这个阴沉的科学指的是经济学 嗯 那么这个理论呢就改动了一下 叫 economics 经济学 advances one crisis at a time 啊 经济学的话呢 就是它是 啊 一个危机呢 一次进步是吧 啊 他我们执意就是进步的话呢 就是啊 one crisis at a time 啊 那个一次危机啊 有一次进步 啊 为什么说经济学是一个dismal science 啊 啊我们知道经济学的话呢也是一个学科啊 首先呢 他并不是用来直接赚赚钱的学科啊 很多家长去报这个专业 那么我们说金融的话呢 可能和赚钱的更加相关啊 经济学的话呢是更多的是研究经济经济的运行的规律的啊 也包括一些啊 人们的behavior 人们在经济活动里边的behavior 啊但是经济学的话呢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啊 natural science 叫啊 一些自然科学啊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物理学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化学啊等等吧 啊 那么那些学科的话呢是有啊 是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个科学定义的吗 啊你去提出一些理论呢是可以被验证的 是可以被证伪的是可以通过实验去验证的是吧 那么也是可以做出预判的 比如说我们说经典力学的理论啊 那么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实验室的实验的去证明的是吧 你也可以预判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圆球的运行轨迹 但经济学的话呢它都是一些假说和模型啊 你很有时候呢你很难去验证它的理论啊 那么为什么一个危机啊 那么他就前前进一次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他并没有预测性 他并不能预测这个危机 是吧啊 所以说的话呢 把这个经济学呢 叫成这个维科学啊 我个人感觉呢并不会过啊 但是如果你恰巧是学经济学的 你可以这个你可以过来反驳 that's ok 是吧 我们可以讨论 ok 好我们接着看 the depression provided fertile soil 啊 就叫做大萧条啊 depression啊 在美国的这个大萧条是吧 啊 应该是在二三十年代吧 是吧 ok provided fertile soil 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 啊 in which啊 什么样的肥沃的土壤啊 in which John Maynard Kansas theories could grow 提供了这样一个土壤啊 这个是定义统计修饰这个土壤 叫John Maynard的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呢 可以生长 当时呢美国的大萧条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知道非常的这个严重吧 这个经济危机非常严重啊 失业人群不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工人们排队呢 领救济领面包的一个场景 对吧 啊那么当时呢就是凯恩斯呢 就提出了一个主张啊 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啊 利用这个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是吧 通过增加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 扩大政府的开支啊 可以实行财政赤字啊 比如说从事基建 创造工作啊 维持繁荣对吧 因为你国家呢去借贷啊 然后呢去啊 从事一些这个infrastructure 的building 是吧 就是建设 那么这样呢 创造了这个叫工作岗位啊 然后人们有了这个收入 那么就可以呢进行消费 那么也促进也从而呢 进行刺激了这个生产啊 变成了一个良心的一个循环啊 这个是凯恩斯主义是吧 但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很多的时候 很多国家嘛 都采用这个凯恩斯主义啊 就国家呢干预经济的方式 来促进经济发展 ok 那么这个理论呢 是必证明的是比较有效的一个理论啊 ok 现在呢很多国家都在采 都在采用 the great inflation of the 1970s spread Milton Friedman's monetary ideas ok 是这个叫大的 大的这个叫通胀是吧 这个是清明人家的大通胀 那么就是啊 让这个人的理论呢 变得非常的这个流行啊 就扩着扩散了他的这个理论 叫做货币主义啊 货币主义的观点 啊那么货币经济学 其实也是凯恩斯的这个主张的一种啊 就是他认为那货币的供应量的话呢 在短期内的国家的这个产出啊 长期上对物价的水平就有最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说monetary supply啊 就是我们说的m2啊 比如说就叫货币总量 就货币供应啊 他认为呢 政府的话呢 应该在一个经济的通胀里边的话呢 就是啊 要保证货币的供应量啊 比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啊 全部的这个就是国家的经济的总量的话 那要多一些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就是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叫做啊货币经济学啊 如果具体的这个啊 啊他的理论呢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 或者是去找一下这个相关的文献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 to 2009 spurred interest in credit and banking 啊全球的金融金融危机啊是07年09年 我们知道是美国的啊次贷危机引起的是吧 啊这个叫spur是激发了一些兴趣 对于这个叫信贷credit还有banking啊 啊这个银行业呢激发了一些兴趣 好我们接着听下一段 好可以确定了 sure enough the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given economists another chance to learn from their mistakes ok 啊就是啊我们说这个叫新冠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恢复是吧 啊给了给予了或者是那个给予了这个经济学家呢 另外一个机会 another chance 啊从他们的这种错误呢进行学习啊 paper presented as a recent conference 啊paper的话呢就是论文啊一些论文啊发表的啊或者是呈现的在这个最近的这个美国经济协会的这个会议上 他提供了一些线索 关于什么呢as to offers clues 啊the theories that might eventually become the received wisdom of the next generation 这些理论的话呢有可能会最终的变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智慧啊 啊是下一下一代人啊都能接受的一种理论吧 ok好与一些论文啊 啊这个我觉得把它们叫做叫成理论的话呢有点抬高他们了啊 啊那么更多的是一种假说啊是一种假设是吧 ok好我们接着听下一段 one such paper takes a harder look at the phillips curve which describes a theoretical trade-off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when unemployment is low the logic goes inflation should be higher as competition for workers exerts upward pressure on wages in turn consumer prices rise yet during the 2010s the curve appeared to have vanished Unemployment kept falling But inflation stayed quiescent Then after the pandemic The relationship suddenly seemed to re-exert itself Inflation rose as swiftly as unemployment fell 好了 我们看这一段说了什么 One such paper 其中的一个论文的话 Takes a harder look at the Phillips curve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菲利普斯的曲线 是吧 Harder look 就更加仔细的去看了一下 这个菲利普斯的曲线 研究的是菲利普斯的曲线 Which describes a theoretical trade-off 那么这后边是一个定义同句 解释什么叫菲利普斯的曲线 描述了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权衡 在失业和 Trade-off是权衡吗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rade-off指的是一件事情增加 另外一件事必须减少 OK这是一个trade-off的关系 在失业和这个叫通胀之间的关系 When unemployment is low The logic goes 当这个失业率低的时候 这是一个状欲同句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一个插入语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逻辑是这样的是吧 对全局其实去掉也没有什么影响 Inflation should be higher OK那么通胀率的话应该会应该会高 失业率低 就是就业充分 那么这种通胀的话应该高一些 为什么 Erds is because 又是一个原因正如同句 因为竞争的话 for workers 就是对于工人的竞争 对于工作人员的竞争 那就是企业 就是去抢人 那么exerts upward pressure on wages 对于工资的话就产生了一种上升的压力 因为抢人 人变得稀缺 那么工资会有增加的压力 In turn 所以说 OK 作为一个结果 Consumer prices rise 那么这里就说了 那你工资提高了 是吧 成本上升了 成本上升了 那么你物价上升了 所以说的话 这个价格就上升了 是吧 但是 Yet During the 2010s 是吧 在2011年 The curve appeared to have vanished 看起来 就这个曲线就不起作用了 就消失了 Vanish 是吧 所以说经济学的理论 很多 他就考虑的比较单一 就考虑了工人的这种失业率 和叫做通胀的关系 就是找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吧 其实他们他们俩之间的是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个真的不一定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可以导致通胀 然后对吧 还有其他的他们想不到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国际市场的因素 是吧 因为现在不光是你们国家的就业率 一个国家就业率和你们国家的通胀率 那么你也要看其他 其他的贸易国的这种 他们国家的生产成本 他们的就业率和他们的对你们市场的影响 所以说的话 一些经济学的这些理论的话 有一点叫隧道眼 就是tunner vision 当然了 我自己并不是经济学家 我在这批评他们 可能也是坐着说话 不腰疼 我现在坐着 但是我们这个去对学术的话 我们就应该批评 就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 对吧 OK 好 我们看一下 unemployment kept falling but inflation stayed quiescent 那么他这个失业率的话 是不断的下降 但是通胀的话 就是变得几乎没有变 quiescent 那么这就不符合他的取向了 之后 then after the pandemic 在这个疫情之后 是吧 the relationship suddenly seemed to reexert itself 那么这个关系呢 看起来呢 就重新 又重新出现了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关系 是吧 重新的产生了这个关系 reexert inflation rose as swiftly as unemployment fell 是吧 那么这个通货膨胀的话呢 就上升的很快呢 和这个啊 他的速度呢 和这个就是就月率下降的速度呢 就是一样快啊 他上升的速度和就月率下降的速度 一样快 是吧 但是不要忘了在疫情之后呢 很多这个西方国家呢 他们对啊 本国的人呢 做了一些补贴啊 虽然他们的就月率显得比较低啊 但是通胀率很高 比如说这个房租的价格啊 在北美是吧 房租的价格 还有这个生活用品啊 这些食品呢 可能达宝是吧 包括那个房租呢 也可能达宝甚至更多啊 非常让人让人难以承受 其实也要考虑这个正负补贴的呀 比如说啊 每个人发了发了一些钱对吧 那么这些钱会不会导致通胀呢 答案是肯定的吧 对吧 所以说呢 他考虑因素呢 有点那个过于的简单嘛 对吧 这并不是一个纯净的一个世界是吧 就是相互作用的因素特别多啊 包括人们的欲望 人们的这种追求是吧 还有这种 反正有很多这个复杂的这个情况啊 有空我们再讨论是吧 好 我们接着来听下一部分 At the AEA conference Gauti Eggertson of Brown University suggested that adding a kink to the previously smooth Phillips curve might rescue the concept The idea is that at a certain point as the last available worker is employ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suddenly becomes non-linear As you hire all the people you hit the maximum level of employment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go he told the conference Beyond that point inflation no longer rises smoothly as unemployment falls but instead shoots up 好 又一个微科学的理论啊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OK At the AE conference 在这个美国经济协会的这个会议上啊 有一个Gauti的一个人 那么他是那个布朗大学的 是吧 他建议说 加上一个纽结 就是对那个前边的那个叫 菲利普斯的这个曲线 是吧 Previously smooth 非常平滑的这个曲线 给他加上了一个 一个 一个拐弯吧 对吧 就是加上了一个变化 kink是吧 会那个rescue the concept 会那个拯救这个概念 就是他想呢 给这个概念修修补补 去拯救这个概念啊 好吧 这个想法就比较 比较奇怪啊 那么我自己呢 就是为了严谨 我也下载了这个Gauti的这个论文 我找到了 但是呢 我其实不太想读啊 不太想读啊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学的概念呢 会可能会被淹没在那边 是吧 如果大家想读的话呢 我会在下一期呢 给他放出来这个链接 大家可以留言啊 ok the idea is that at a certain point 在一个点上 当这个最后的一个呃工人 当as the last available worker 当最后一个工人是被雇佣了 这个情况在现实世界里边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是吧 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情况啊 对吧 这想象出来的 当最后一个有可能的工人被雇佣了之后 ok is employed is employ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suddenly became non-linear 那么这个关系啊 就是通胀和失业的关系呢 啊 立刻呢 变成了一个非线性的关系 啊 后边解释 as you hire all the people you hit the maximum level of employment 当你呢 雇佣了所有的人 那么你达到了一个水平啊 就是啊 叫最大雇佣水平 maximum是最大的 是吧 there's no way there's only one way to go 只有一个方向了啊 再告诉这个会议是吧 那么beyond that point 超越了这个点 那么通胀的话呢 就是不再呢 啊inflation no longer rises smoothly 不在那个非常平滑的上升了啊 当这个就业率下降了啊 but instead shoots up啊 那么啊 替代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啊 急速的上升啊 shoot up 啊 我其实呢 没有想明白这里边的 这个因果关系啊 字面意思 那么啊 只有呢 一种可能就是我要去读他的论文呢 去理解这个因果关系啊 但是 他呢 这个做出的贡献呢 就是对一个之前呢 啊 实准实不准的理论呢 进行一个修补 所以说呢 我的兴趣也不大 ok 好 最后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 啊 Mr. Agreton's king 他的这个秀秀鼓鼓是吧 能够解释呢 这个通胀的确实在2010年啊 就是2010年代是吧 and sudden resurgence啊 2021年是吧 就突然又出现了啊 啊那么在科研里边呢 就有一个再大的一个禁忌 就是你不能够先去画一个 先去啊打一枪呢 再去画一个靶子 是吧 你要有提出一个目标来啊 你提出一个理论 你要去验证啊 你不能带着一个结论 就是说哎 我我这个目标已经设定了啊 我这个枪打了之后呢 我再去画一个靶子 是吧 那么他就是我们这个事件的 已经出现了啊 2010年的这个事件 还有这个2021年的这个事情 已经出现了 他再过来修补 啊他再过来这个 在解释这个理论 嗯好吧 这就是证明了这个经济学的这个特点 是吧 ok 来理解呢 我我并没有说啊 经济学没有用 是吧 我我只是说呢 他不太符合我们这个一般来说 这个科学的定义啊 ok 来理解呢 how inflation 啊这个通胀 has recently faded 啊怎么消失的是吧 就是那个他们说的是 2010年左右吧 是吧 without a rise in unemployment 就是失业率没有上升呢 这个 对近的这个通胀的话呢 啊 他是那个 就是没有了是吧 啊 他建议呢 examine he suggest examining how a tight labor market interacts with the supply disruptions 他建议呢 去检查一下啊 一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劳动力市场 怎么和这个叫供应的呃 供应的供应的这个干扰呢 去互动的呃 供应上的一些一些被打断的去互动的 是吧 a scarcity of materials 呃 一个材料的缺乏是吧 and components 呃 恶化了一些那个劳动力的短缺 材料的缺乏 恶化了劳动力的短缺 好吧 那么还是要去读他的论文啊 我们字面非常理解了 是吧 啊 without extra workers available 就是没有呢 额外的员工呢 是啊 可以被雇佣的是吧 business cannot wrap up production 那么这些公司啊 这些这个企业呢 就不能够啊 扩大生产 wrap up是扩大的意思 是吧 啊 或者是呢 使用这个员工呢 作为一种补充代替啊 对其他的这个叫投入的代替啊 input是投入是吧 substitute是代替代替啊 好 a supply shortage is eased 随着这个供应的短缺呢 这个问题被缓解 eased是缓解是吧 this process went into reverse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 就是被反过来了 reverse是反过来了啊 and so the inflationary effect of a tighter labor market abated without leading to a rise in unemployment 因此呢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种通胀性的这个效果 是吧 是因为一个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呢 引起了一个通胀的效果 这种效应呢 那个就减退了啊 效应就没有了 是吧 减退了啊 就没有就是没有导致呢 一个啊就业率的 就失业率的一个上升啊 就是尽管呢 就业那个就业呢 比较充分 但是也没有导致通胀 那么他去解释这个过去的这个理论啊 OK 好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